就能夠拍出他想要呈現的納美人的表情 不然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納美人長得像北極特塊車裡面是個動畫 對我來講我根本就懶得花時間去看 那個感光效果不會那麼大 可是林經理我要請教你 你同意阿凡達出來之後 叫做2010年 將會是全球3D產業的發展元年 也就是說阿凡達可能開啟的 全世界3D產業的龐大商機嗎 我們常常在講喔 十年磨一劍 其實你剛剛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說 十幾年前其實就已經有3D的動畫技術了 那因為他3D動畫技術是在電視裡面 或是在影片裡面 你不會看他從螢幕上跳出來 所以他現在會造成轟動的原因是因為 你透過3D的演技 你可以看到螢幕真實的在你的面前去呈現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在此之前其實有很多片 他其實都是3D的 像我們剛剛有討論到 像什麼3D的那個像耶誕傑怪壇 他也都是有 但是可是在這樣子一個電影的運作底下 你反而就沒有聽過這一片 那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只看到阿凡達 好像阿凡達出來之後3D才出現 那基本上你也可以稱他是元年 就好像說你重新一個產業重新再做整合 那他基本上整個產業他都會跟著這個整合去做一個 不同的一個結構上的改變 那我們就會有的人就會去追隨這樣的技術去開發新的東西出來 可是楊老師我要請教你 不就是上戲院看一部電影也許你花個300多塊 你如果3D大概就300多塊 真的能叫做阿凡達開啟的全球3D上下游連鎖產業鏈嗎 我們來看看票房的部分 當然我們整理到1月24號然後最近北美那個下大風雪 所以北美票房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突破之前的鐵達尼號 可是海外票房已經在今天已經正式突破鐵達尼號 海外的票房已經是有史以來全世界賣的最好的一部電影 另外呢當然我們想說他也許可以帶動很大的產業 包括說我們接下來會看到所謂的3D電視 我們看到3D的顯示面板3D的投影機 然後軟體的部分當然要很多人去做這種3D的電影影片 當然你們也開始在做3D的線上遊戲 電視節目我們也看到馬上就會有像是ESPN體育頻道 他會推出3D的頻道 然後呢中華電視音VOD也會推出3D的頻道 當然也會帶動一些工作機會 像是動畫的人才啦 視覺設計特效的這些工作機會出來 經濟效益會有全力進行周邊產品 可是這真的能夠叫一個非常龐大的3D上下游產業鏈嗎 是我想這個阿凡達要破這個賣座紀錄應該不是問題 只是時間的問題 但是可不可以因為這樣就說 整個世界就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情景 或者甚至就像剛剛標題講的 所以說3D是不是可以創造台灣的奇蹟 我認為這些說法目前來說都是太沉重了 剛剛其實也有來賓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在阿凡達上演的前幾週還有另外一部3D電影上演 但是它沒有引起注意 對 可是阿凡達的上演反而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迴響 那我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其實這整個不只是技術包括產業 它的進展一定要需要時間 它一定要供給面跟需求面的條件慢慢成熟 它才有可能慢慢的發展出來 那我的確是相信說阿凡達的這個成功 會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跟討論 甚至會引起很多人開始注意一些相關領域的這個發展的可能性 所以有可能可以加速這個產業的發展 那我先就是講一些正面的消息讓大家來高興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這個3D的這些影音的這些技術的應用面 事實上確實是蠻廣泛的剛剛我們講的這個電影 在休閒娛樂上其實還有這個遊戲 遊戲也是很快就已經開始都有一些產品了 可是我們想想看影音 content的這個東西 還可以在很多地方都有可能 它也有可能以3D的這個形式出來 比如說教育 教育 對 比如說教育 不管我們的科學的教育 自然的教育或甚至社會的教育 我相信如果加上這種3D的這種 content的進來以後 事實上它有可能可以提升很多這個教育的這個效果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都還需要蠻長的時間去開發去研究的 那整個資訊的呈現都有可能以3D 不只是這個business的這些廣告 甚至導覽 然後行車的這個通訊 其實只要有影音資訊可以呈現的 它都有可能可以以3D的形式出現 所以也就是說它未來的這個發展的潛力 是絕對是可以去想像的 但是它需要時間慢慢一步一步 才有可能會達到我們想像的那個境界 是 可是洪經理我要請教你 我們大概都能夠認同未來3D的發展會很大 那個商機真的是無限 因為大家一定會想看 因為那是一個很大的視覺革命 問題是台灣能在這中間佔到多少的優勢 或是我們拿到多少市場 我們來看看3D的應用 當然我們先想像就已經很多 可是實際上已經開始一步一步在實現 包括宏基已經有所謂的3D螢幕的筆記型電腦 你現在買筆電就已經3D 不過你還是要搭配眼鏡 已經買得到了 然後第二個南韓有全天候 一天24小時的3D頻道 然後包括動畫 然後包括體育 紀錄片 演唱會 ESPN 最快今年7月 也要開播一個3D的體育頻道 然後呢會跟iMass還有Sony 來製播3D的這樣技術合作 Samsung呢有3D的電視 我們現在看到都還是平面的吧 但是未來會有3D的電視 3D的HD的藍光的播放器 然後呢大概在今年第二季就可以上市 換句話說大概就再幾個月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東西一步一步在實現 富士還有3D的相機 我們很難想像說拍照片 都可以搞成3D 它是有兩個鏡頭在去拍的 然後呢印度有3D的 所謂的全向的投影手機 手機變成投影機 就算了 弄出來還是3D的 然後呢還有當然是3D的遊戲 還有呢世界杯足球賽呢 它可能要25場要用3D來製播 打踢足球 都可以看著身歷其境 它不再是HD 它會變成是3D 還有醫療技術 你也可以應用3D 還有3D掃描 重建犯罪現場 再來是CNN這次海地地震的時候 它就拿一台攝影車 360度拍 你想看哪一個角度的房子 到底倒塌的情形 到底哪裡可能還會有生還者 透過3D這種新聞報導方式 你不但可以報導 還可以救災 問題是 台灣分得到一杯羹嗎 OK 謝謝主要 主要在3D的部分的應用 在整個全球區是部分就包含電視的應用 電影的應用跟一些企業的一些應用 那其實台灣的廠商比較關注的 還是在電視影集的這種3D的應用跟 那個電視影集的應用 在企業 企業應用這一塊倒是比較少一點 可是隨著未來的網路的廣告 還有戶外看板這種媒體的形式的普及 其實這一塊是會滿有機會 從事這樣的發展 而且在3D的這部分 其實動畫 它的這部分的衍生性的效益是滿大的 國外的一個趨勢的話 至少是1比10以上的產值的比重 包含就是它周邊商品的這個部分的開發 當然電影或許在CM播完之後 會到變成DVD 然後到IPTV 然後接下來就是會有一些衍生性商品的 一些開發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價值鏈其實是滿長的 其實台灣的這些業者掌握的是說 包含跟好萊塢長期的一種合作的關係 那在原創的部分其實有一定的實力 當然後製跟特效這個部分 其實也一定的基礎量 所以這個跟國外的部分的接軌是沒問題的 可是經理我要請教你 今天新聞那個自由時報他有講說 工研院電光所的副所長 刁國棟 刁老師他有講說 對台灣裸眼3D就是不用戴眼鏡的 這種3D研發技術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是 是獨步全球的 是 那因為我們今天也有邀請那個副所長 不過他時間沒辦法配合 是 我們真的這麼厲害嗎 是全世界研發技術最高的一個國家嗎 對至於這個的話 因為裸眼的3D其實他考量的就是 就是過去戴眼鏡的部分 是主要是在視覺的疲乏 這個部分會有影響 所以國內的業者或國外的業者 在推出的時候差不多 差不多局限在15分鐘的這種時段 去做一些製作 如果比較長時間的真的會造成一些 眼睛的疲乏 如果國內的這種軟硬的整合實力其實 如果就工研院的一些研發技術 其實是有達成是說裸眼的這個部分的呈現的效果 讓觀眾可以體驗到這種 這種視覺的這種呈現方式 是 林靖你從業者的角度來看 是 台灣究竟在整個優勢上 我們真的有那麼強的一個優勢嗎 其實台灣的研發能力一直都是很強的 那事實上為什麼在遊戲上面 我們以前其實都已經有3D的場景了 但他沒有辦法做到就是說 像阿盤達這樣戴眼鏡看是因為 就像剛剛宏敬你講的 他其實會有一個眼睛的疲乏 你可能戴了15分鐘之後 你就會覺得頭昏